从天安门出发,向南46公里,金色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熠熠生辉 6月30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如期竣工,向9月底前正式通航迈出坚实一步 从2014年12月飞行区工程破土东工到2015年9月航站楼核心区工程全面开工 再到今年6月底前,主体工程完成竣工验收 这座定位为大兴国际航空枢纽的北京新机场,拥有多项世界领先技术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是全球首个双进双出的航站楼 采用中央放射的五指廊构型 五指廊构型,指廊短,空侧延展面大 在拥有更多静机位的同时,旅客安检后 从航站楼中心到登机口的沉积效率也大大提升 天窗一直是沿着旅客的出行方向在走 也有一定的引导的作用 再一点就是说是这种放射性指廊 它没有过多的这种旅客的这种转折 它旅客都是一条线一直在往前走 那么这个也是使得旅客感觉到 它的这种距离,它的目标,它的目的可控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心情 航站楼五指廊端部的外部空间分别以 丝园、茶园、瓷园、田园和中国园为主题 装饰设计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经典建筑元素 未来旅客在大兴国际机场沉积时将会体验到中国园林的古典之美 在指廊端头机位相对集中的区域还设置了室外的庭院 让旅客后机的时候它可以出去 出去享受一下自然的环境 这也是非常新颖的一个设计 同时这五个庭院按照中国的五个主题来进行理念来设计 在航站楼西侧指廊南端被称为凤凰之眼的西塔台悄然触立 作为保障本场航班正常运行的最重要的单位之一 西塔台将在全国第一个实现高级地面引导系统四级标准 实现自动识别航空器在跑道及滑行道上运行的潜在冲突 并发出告警 自动对航空器滑行路线进行规划 以及进行地面灯光引导 这个塔台高70.3米 那么9月份大兴机场投运以后 这个塔台将会负责整个大兴机场四条跑道的 所有的航空器的起飞落地 以及地面的滑行的管理 今年9月30号前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投入运营 届时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空地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